现在大家都很习惯在网上购物吧 特别是遇到节假日 因为不想出门 加上网上的店家多半会趁机推出优惠活动 更是吸引大批的人在网上下单 只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那些忙到不可开交的快递员呢 最近网上流传了一个国外的视频 就是从大门的街上 拍到一位快递员 他到一户人家送货 看到屋主在大门口放了一个篮子 里面放了瓶装水、汽水、饼干和其他的小包零食 作为给邮局和快递员的小吃 并且还有一张条纸上写着 请随便拿些小吃在路上吃吧 多谢你们叫我们在这个忙碌的节日里面 购物轻省了很多 快递员快乐的手舞足道 这个视频的点击率 现在已经超过千万次了 就有记者去访问这位快递员 快递员说 他是第一次遇到有人为快递员预备小吃 而且呢 刚巧那天他又忘了带午餐便当 又忙到根本没有空去买吃的 在又饥又渴的情况下 看到屋主所预备的这一切就特别开心 忍不住手舞足道了 只是他没想到大家看到这视频会有这么大的反响 他也觉得很有意思 最后他说 这个世界实在需要多点爱 很多网友看了这个视频都为着这个屋主的暖心举动点赞 也因此呢 想到要体贴快递员的辛劳 这也叫我想起 旧约圣经箴言三章二十七节说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 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 哪怕像是这个视频当中 屋主只是做了一件看似唯不主道的小事 但是这个行善所引发的正面影响却不可小看 不知道是不是也会让你想到 在生活中可以实际行动来表达对人的爱呢 请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好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